对他们来说最值钱的 是你孙女 干根哥 您这是干嘛呀 我就是要砸你的买卖 访航和打航 就是街面上混混无赖的班会 访航专干坑蒙拐骗 隔诈勒索一类的赃事 打航 则聚集打手讨债 绑架 私设赌局 捕快查案 定然是先要去找他们的 这街面上见不得人的事情 也没人比他们更清楚 杜县城里有五个班会 人称 二属三郎 不过 他们自己管自己叫 武侯府 他们的买卖都需要 官面上的靠山 以前他们在杜县衙门里的靠山 是师傅 有ồng侯府 他们的账 李ше 先干了这边 好 我 可以 你 做什么 可以 不能 我 看 特别 我 你有 我都躲你了还装过来 不是我 是你装上来的 还敢倒打一耙 知道这酒多少钱吗 这可是二十年的女儿红 我们家园位 拿来送礼的 我跟你赔没n 不是值多少银两 你是想讹我 讹你 去衙门 看看衙门能不能讹你 有人来做个见证吗 我们做见证 我看见了啊 是这乡下人走路不长眼 撞了小哥您 砸了酒坛子 小哥 这坛酒值不少钱吧 这可是我花了五两银子 刚从天心房买的 谁的说 上衙门 咱们可都是安善良民 别啰嗦 走 这 这喝 这是酒精 我认了 我这 不要 这些钱不够 咱们去衙门 我得弄个判书 走 别 别 这是人兄 这位人兄有礼了 您是哪位 学生只是路过 见这位老者实在可怜 所以我想帮他 帮他还钱吗 对 见过大恩大德 大恩大德啊 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 这也是多少 不瞒您说 这是四两六分银子 还有十来个铜板 人兄 银太 就当行善基督了 放过这位老者 行吗 谁叫我新善呢 剩下的我自己当倒霉补上 阿涛 遇到好人了 回头记得把钱给人家还上 是是是 行 这钱我一定还上 要是不放心 咱们 就写个借句 您识字吗 我不识字 不过没事 你这管写就是了 我按手印 我留老二虽然穷 从来不欠人家的钱 既然如此 那我就写个借句 写了虎 有 三更哥 我在那边看了半天了 你们怎么也没点新鲜呢 您这是 三更哥 要不咱们去查馆坐 不忙 留老二是吧 这位 观察 小的就是留老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不想死得早 儿子 媳妇也让添花走了 家里 就剩下我跟孙女两个人 不是孤老也引不上这种事啊 观察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家里有什么财产 那秦家哪有什么财产呢 就三间草房 一亩欧田 一亩四分水田 孙女多大 钢板十三 刘老二 这帮小子 怕是盯了很久了吧 别动 你这何人 我怎么不认识你 三更哥 这是新来的 还不赶紧过来 给三更哥见礼 给三更哥见礼 你这三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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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干嘛呀 我就是要砸你的买卖 师父明明给你们定过规矩 不准拐卖幼头 冷头 冷头 冷头是立过规矩 可是他已经死 他死了 规矩就废了